嗨,大家好 这是我的网站 我在上课的时候 会建立一些Facebook社团 每一个课程都建立一个Facebook社团 把一些资讯放在网站上 之前我都习惯用WikiDart 现在逐渐的开始把这些内容 上课的内容整合成电子书 所以我现在慢慢的把自己所上的课 变成电子书 然后放在网站上 通常我会放在Github里面 作为大家公开选取的方式 有些课程我是用LibreOffice来编的 所以LibreOffice的ODT档 你可以直接下载 或者是你可以下载我转成PTF的版本 或者是有些这种档案 我会把它上转到Slideshare上面去 那你也可以从Slideshare上面来看这些课程的书籍 像语言处理技术这一门课也是同样的方式 所以你也可以从Slideshare上面来看得到 或者是从Github上面 我直接有一个这样的网站 就是每一个课程我都弄一个Github专案 像这个Book Language Processing 那当然它在Slideshare上有时候我也会放 像这里 那这就是语言处理技术的这一门 这本书 放在Github上面的版本 那同样的呢 我们有一些课程 现在慢慢的有时候 我已经不使用LibreOffice 在比较偏程式的情况之下 我可能会使用Markdown来写这些文件 那同时把它转成EPUB这种电子数格式 你可以在iPad手机上面看 或者是你也可以看PDF版 或者是如果你希望印出来 你可以用这个A4.PDF 那另外它程式帽 我们会放在这边 那你可以把它全部下载下来 或者是说你去看它的Source原始文档 那同样的像Web程式设计 我们也都有这样的网站 那有时候我会在Dropbus上面 先放上这些课程的内容 但是呢 最后呢 我还是会尽可能的把它放到Github上面 因为Dropbus上面的流量是有控管的 所以 最后我还是会把它放到Github上面 那这就是我的网站了 那 逐步的呢 我们之后 像是这学期 我们还会有 还会有 像开放电脑计划 这是在计算机结构这门课上面 那像系统程式的课 那我有出一本 齐标出版社出版的资本书 不过之后如果合约到期 我可能就会把它放在网络上 免费给大家看 那 还有像 那这学期我们会上 几率统计 那几率统计的部分 我们也正在把书整理当中 那另外这学期我还会上维基分 随着维基分的版本 就会更新到第二版 那这是我目前所使用的一种 出版方式 把我自己的课程 每一门课程都变成 变成电子书 大家都可以 从网路上取得这些资源 那另外呢 我在上课的时候 会一边上课一边录影 那一边录影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这个录影 给放到我的Facebook上面 那像这里 OK 我们 我们 我们在这些教科书的上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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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个例子而言 我们来 看一下 OK 这个 直接看 看YouTube好了 那 看一下影片管理员 这边有个播放清单 我们点进去 那 这个播放清单上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 101年下学期的 网路程式设计 的录影 还有动画设计概论的录影 另外 像我的演讲 那 有 系统程式的录影 另外 我们有办的一个杂志 是城市人杂志 那 城市人杂志 有时候我会 在城市人频道里面 用一些录影 来传达一些 比较 无法用文字传达的东西 那 所以 我们 我们 城市人杂志 也会放在 杂志的社团上面 那 也同样的 会放在 杂志的github 的网站上面 那 这个城市人杂志 现在已经从 1月出版到 8月 总共有8期 那 接下来 9月号的也差不多 快要出版 那 这个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在 投稿啊 那 让大家都可以看到 更好的 城市相关的文章 那 这是城市人杂志的部分 那 所以 也很欢迎大家一起来 参加我们 城市人杂志的社团 那 今天用我的介绍 针对我自己的课程 还有 针对 课程的电子书 还有城市人杂志的部分 还有我的 录音影片的部分 做一个 比较 比较大概性的介绍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